鞭炮螺骨身中西南國中台灣代表團回到學校 這次他們到德國參加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在機器人運動項目中 擊敗多個國家獲得冠軍 就是可以跟別的國家的人互動 就可以互相學習 就覺得準備那麼久 還有老師他們的幫助沒有白費 然後就拿到名次回來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這樣 學校表示選手陳恩 吳承瑩兩人 以自己設計的城市語言 與來自世界73個國家的隊伍激烈較勁 光是出賽就打了10場 曾經輸給大熱門馬來西亞隊 兩隊在冠亞軍賽又碰頭 幸好這次台灣選手克服壓力 順利擊敗強敵 因為馬來西亞隊他們的陣容非常堅強 他們幾乎是類似奧運的等級 就是國家代表隊這樣子去 所以他們當場在那邊看到 最後又輸給我們 其實對他們來講他們有點氣餒 對 我們同學都表現得非常沉穩 最主要是帶給我們其他學校的一個榜樣 讓大家覺得說這個課程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這個學習上能夠動動腦筋以外 讓他們課程上也會培養一些動腦的 而且會讓他們的智慧增長 另外由台中高宮明道中學 與太平國中學生共組的聯隊 這次也在未來工程師項目奪冠 表現不俗 中間就是因為學校不同 所以會分 就是只能留著時間 時間沒有哪裡 那要訓練要兼顧課業 有沒有覺得 課業這倒是還好啦 題目書上面寫不太一樣 就是原本的原本的規則是淺綠色 但是他拿出來給我們看的是墨綠色 然後這個我們就苦惱很久 這一次的一個成功的一個經驗 那我想會讓我們各個同學在整個包含未來 在繼續在機器人的領域裡面 或是自己喜歡的一個 不管是學科或未來的職業 我想都對他們未來會幫助非常的大 學校成立機器人社團 持續推動城市語言設計及實作 如今學生在國內外各項大小比賽中 都有不錯的表現 翻轉偏向教育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記者賴秋風 台中採訪報導 對